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鹿情感姐姐 她会用老暴力发脾气摧毁回忆 会毁掉对未来的期望 用各种的行为让你知难而退 人无可忍主动提出分手 最后还要把分手的责任归到你的身上 一个男人只有在真正爱你的时候才愿意主动陪着你 第二点 对你呢肆无忌惮的说谎 信任是爱情的基础 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和理线 没有谁能够接受欺骗跟谎言的 我见过情商比较高的男生 他们会掩藏一件事情 避免女生带来伤害 但是他们不会去欺骗你什么 当一个男生肆无忌惮的开始欺骗你的时候 就说明他一直在欺骗你的感情 对于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有严加思考 谎言可不止一个两个哦 对于这样的渣男 遇到了就一定要赶快远离 第三点 对你呢越来越厉害 恋爱这个男女总是跳出现实的 总是幻想着未来有多么的美好 可是明天谁又会知道呢 明天的他跟你还有没有关系 谁也不知道 可是越是爱你的男人叶务时 敢给你面对现实大胆的提前 跟你去过最真实的生活 不爱你的男人呢 对你有一点点付出呢 总是会要你回报回来的 对于各种小账 记得清清楚楚 你不要觉得他是会理财 其实说白了 他就是不想对你付出 哪怕一点点 算计爱情的样子啊 真的很丑 第四点 对你挑三简次 你们在一起那么久 对方的一些小毛病小软力 你们肯定都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会跟你说没关系 有我在 你犯了一些小错误之后啊 他会碰过你的头脑 安慰你 让你宽心 可是现在呢 当初的耐心跟宽容啊 早都丢掉了 一次一次的对你挑三简次 而且是无限的放大你的那些小错误 最终呢 把你逼成一个泼妇 令你不得不跟他大吵一下 你们的婚姻呢 会在一个男人消极的态度中 让积怨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到最后自己忍无可忍 主动提出一魂 正好中了男人的激动所想 爱情不易 生活也不易 过去有的感情 最终走到了尽头 就不要再去玩了 还不如小小洒洒的 从我来说分手 本期的小炉 请安姐姐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